隋朝是中國歷史之中 上層南北朝下起唐朝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他結束了自西線末年以來的中國長達三百多年的分割局面 隋朝雖享國只有37年 但他卻在諸多領域進行了革新 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姦出生於貴族 他的父親楊宗因戰功被刺姓為普六儒氏 楊姦自幼就沉默少言 公元557年17歲的楊姦因父親的關係被封為飄旗大將軍 同年他與十年僅14歲的獨孤嘉羅結婚 獨孤嘉羅是北周全城獨孤信的幼女 獨孤信是楊宗的上級 獨孤信長女後來嫁給北周第二位皇帝周明帝 四女兒則嫁給了隋西郡公 生下了一個男孩叫李渊 李渊是唐朝的開國皇帝 更是李世民的父親 獨孤信的七女兒則嫁給了隋文帝楊金 這三個女兒分別為北周隋和唐的三朝的皇后 這創造了前五古人後來者的歷史 公元556年 西魏全臣宇文太病死 他的兒子宇文傑在宇文太侄子宇文戶的輔佐下取代西魏政權建立北周王朝 其後宇文太專權跋扈惹怒了趙貴 趙貴於是四處聯絡黨羽 準備謀殺宇文戶 不久 事情敗露 宇文戶借趙貴入朝之時將其逮捕朱殺 同時宇文戶免去了獨孤信的職務 獨孤信事前就知道趙貴要朱殺宇文戶 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其中 沒過多久 宇文戶決定將獨孤信徹底解決 但藉於獨孤信旁根錯節的勢力 宇文戶決定不公開他的罪過 逼迫他在家自禁 獨孤信為保全家人的榮華富慧 無可奈何地選擇了自禁 這一年獨孤信才55歲 當時宇文戶於拉攏楊姦為先父 楊姦請教父親楊宗 楊宗讓他效忠於皇帝 不可在皇帝和權臣之間首屬兩端 於是 楊姦拒絕了宇文戶的要求 宇文戶於是多次想要謀害他 多虧楊宗的好友的保護 楊姦才得以幸免 公元568年 楊宗去世 楊姦承襲水國公的爵位 公元573年 楊姦長女楊麗華被立為皇太子妃 之後楊麗華的丈夫宇文戎繼皇帝位 他就是周宣帝 同年宣帝撤封楊麗華為皇后 楊姦則因為女兒的緣故被晉升為祝國大將軍 楊姦僅在位一年便將皇位傳給了自己年僅七歲的兒子 楊姦自己則成為了太上皇 其後 楊姦一心沉迷於女色 他一口氣立了五位皇后 楊麗華因為性格柔順 不嫉妒 所以後宮的人都喜歡並尊敬她 楊姦後來昏庸殘暴更加嚴重 他曾經無故地指責楊麗華 想要強加給她罪名 楊麗華並沒有服饒地表示 所以楊姦十分憤怒 於是刺楊麗華死罪 楊麗華的母親獨孤家羅文訓後急忙進宮 為楊麗華求情 獨孤家羅叩頭流血 楊麗華猜免於一死 後來楊姦的地位和威望日益著大 周宣帝十分忌憚 一次周宣帝對楊麗華說 一定要將你們家滅族 他之後遭楊姦入宮 宣帝又叮囑左右四位說 楊姦的臉色稍有變化就殺了他 不料楊姦到了宮內 神情自若 之後楊姦通過內死大夫正義向宣帝請求調離京城 這正合宣帝的意圖 宣帝當即任命楊姦為伯州總管 楊姦將要赴任時 楊姦的朋友彷徨勸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夜 楊姦握著朋友的手說 時機還不成熟 公元580年 經正義推薦 宣帝任命楊姦為楊州總管 以籌備罰臣國事宜 不久 宣帝病危 楊姦以突發足跡為由 留在京城觀察時局變化 宣帝之後遭劉仿和大臣言之以入朝 希望他們能夠照顧好自己年幼的兒子 劉仿與楊姦私交甚密 他出宮後立即找到正義 正義是楊姦的老同學 二人之後又找到了楊姦 希望楊姦能夠掌握輔政大權 楊姦並沒有貌然的答應 楊姦剛開始還以為這是宣帝射下的圈套 劉仿間 楊姦無動於衷 劉仿最後怒吼道 你要幹就幹 不幹我自己幹 楊姦這才放下戒備之心 宣帝去世後 劉仿正義偽造上司 封楊姦為丞相 顏之翼知道這不是皇帝的旨意 他拒絕聽從 劉仿等人逼迫顏之翼跟著署名 顏之翼立生對劉仿等人說 祖上去世少帝年幼 朝廷大臣應該交由有才能的傑出宗族掌握 你們備受皇恩 本應該想著 金中暴國怎麼能一下子將朝權交給別人 這是曾與金中暴國的最早出處 劉仿等人知道他不屈從 於是替他署名 然後公不照書 楊姦後來向顏之翼索要遇襲 顏之翼說這是天子的信物 自有主人 做宰相的憑什麼要 楊姦大怒 但因為顏之翼在民眾中聲望很高 最後只把他扁到地方去做官了 當時大臣李德聆聽說劉仿正義二人的人事安排 於是他聯盟跑去見楊姦 建議楊姦掌握軍權 周宣帝三次結束 上次一下 連劉仿正義都有些傻眼 兩人本想與楊姦平起平坐 最後卻道成了楊姦的下屬 之後楊姦帶劉仿正義二人勝後 他們二人全清朝野 當事人稱之為劉仿千錢 正義推後 不久楊姦的女兒楊麗華得到消息 她的父親想要奪取北州的皇權 楊麗華心中十分不滿 並在言辭上表現了出來 公元581年 水國公楊姦篡奪了北州的天下 楊姦將國號改為誰 其後楊姦認為誰子含有走的意思 他認為該子不吉利 於是創立了誰這個新制作為國號 之後 隨文帝楊姦廢除了楊麗華的皇太后的名號 把楊麗華降格為公主 楊麗華一直無法接受 對此更加憤恨 後來隨文帝商量將年輕的楊麗華改嫁 楊麗華堅決不予同意 此次才作罢 楊麗華指和宣帝生下了一個女兒 後來楊姦給楊麗華的女兒選女婿的時候 楊麗華憑藉著自己的面子 終於讓楊姦封了自己的女婿當上了高官 後來楊麗華把自己的所有封帝都傳給了自己的女婿 後來楊麗華的女婿被隨楊帝懷疑 他與楊麗華的女兒皆不幸允命 楊姦尊權後 北朝宗使與地方實力派頗為不滿 幾日之間其軍就打死萬 這次叛亂 雖然參與者人數眾多 但沒有統一的指揮 又由於沒有得到官僚皆常和民眾的支持 所以很快就被評定了 楊姦既皇帝位後 既撤封獨孤家羅為皇后 獨孤皇后是中國歷史上罕見對君主始終保持有影響力的後妃 每次隨文帝上朝 她必與之童年而行 隨文帝對她幾乎是言聽計從 所以當時政治決策很難分得清哪些是隨文帝的主義 哪些是獨孤皇后的主義 因此宮中人稱呼他們為二聖 隨文帝楊姦建立水朝後 楊姦以長安城凋零日久為由 在城東南的龍守山創立了一座新城 因為隨文帝早年曾被封為大興宮 因此便以大興命名此城 唐朝建立後將它改名為長安城 不久長安城發生饑荒 隨文帝下令禁酒 但劉仿卻置入網文 命令府中婢女當機賣酒 於是由大臣上書隨文帝彈劾劉仿 但隨文帝顧及劉仿有功 不予追究 可劉仿卻對此悶悶不樂 與同受隨文帝猜疾的梁思燕等人結交 公元586年 劉仿與梁思燕等人密謀反叛 計劃以梁思燕取代隨文帝 但不久事情敗露 隨文帝下令追查 逮捕了他們 最後劉仿等三人被殺 家產則被隨文帝分配給文物百官 跟劉仿的情況相類似 正義失窗後也抑鬱不得志 他便悄悄叫來道士以祈求福分 結果被府中的避奴告發 隨文帝對正義的舉動雖然很憤怒 但介於他昔日的大功勞 將其貶刺出京 不久又將他貶為庶民 之後楊坚下召 讓正義參加撰寫法律 又授予正義刺史的官職 正義趁機請求回京治病 於是楊坚在李全公召見了他 席間楊坚恢復了他的爵位 正義因此向楊坚敬酒 楊坚於是讓李德林立即起草召書 再向高窘開玩笑對楊坚說 比干了 正義回答說 我初衛刺史組織拐杖回來 沒有得到一個錢 用什麼給你潤比呢 這就是潤比一詞的來源 之後楊坚重新啟用了正義 公元587年 楊坚滅亡了西梁 隔年他派三陸大軍討伐成國 公元590年 嶺南歸降 至此中華大帝重新統一於中央政權之下 統一全國後 楊坚歷經圖示開創了輝煌的開黃之事 他結束了西魏與文泰的鮮卑化政策 恢復了漢性 另外 他開啟了科舉制度之先河 科舉制度順應了歷代素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應有地位的要求 緩和了他們和朝廷的矛盾 使得他們衷心擁戴中央 科舉制度有利於選拔人才 增強政治效率 對封建專制的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 根據史書記載 獨孤皇后到了晚年 人老色衰 楊坚想找一兩個美女作為生活的調劑 他試探性地寵信了一位宮女 卻沒有想到該宮女當即被皇后斬殺 楊坚一氣之下離家出走 隨文帝楊坚之後 企圖獨裁天下 他慢慢被大臣所疏遠 隨文帝變得越發殘暴尊治 這讓開黃盛世大為施捨 楊坚認為之所以存在朝代更迭 這與皇室手足相殘不無關係 為何皇室能同事抄歌 楊坚認為就是因為兄弟非同無所生導致的 他曾驕傲地對大臣說 皇子皆是獨孤皇后所生 占無憂矣 但事與願違 楊坚的長子楊勇就自幼生活在僅於意識的環境之下 未曾體惑過生活的艱辛 但他當太子之後更是揮霍無度 楊勇常常要預知俸禄才能滿足花銷 楊坚對此遭遇耳聞 他疑似見到楊勇身穿精緻的铠甲 楊坚於是藉機歸勸而著楊勇要節儉生活 但事後 楊勇依舊揮霍無度 到了冬至日 百官朝見了楊勇 而楊勇也高興接受了他們的祝賀 隨文帝認為楊勇此舉違反了理智 楊坚此後對楊勇的寵愛也日限削減 後來隨文帝選四位官司 將實力強者都選到了自己的身邊 宰相高炯便漸進表示這樣恐怕對太子不利 這讓隨文帝相當不高興 認為高炯是因為妻子是楊勇的女婿才幫他說話 從此對楊勇就更加提防 楊勇生性好色 他府中有一位宮女因姿色娇美特別得到寵愛 他為楊勇生下三個兒子 因此他受到的待遇甚至超過了正房 這讓楊勇的母親獨孤加羅相當不滿 楊勇的正妻原非不得寵 氣出了心病 沒兩天就死了 楊勇隨即讓那個宮女主持太子宮 獨孤加羅認定是楊勇與那個宮女合謀所為 他不但責備楊勇 而且派人去暗中觀察 楊勁的二兒子楊廣知道母親對兄長不滿 於是刻意裝出不盡女色獨寵正房的姿態 獨孤加羅每次抱怨楊勇時 楊廣也跟著痛心疾首 這讓獨孤加羅更加喜愛楊廣 楊勇為此感到害怕 卻又沒有辦法 隨文帝知道他內心不安 便派遣大臣楊樹去觀察他 結果楊樹卻故意激怒楊勇 使楊勇說出了抱怨的話 從此 隨文帝更加懷疑他 再加上獨孤加羅與楊廣等人不斷進殘言 隨文帝於是廢除楊勇為素人 改立楊廣為太子 楊勇被廢後 屢屢要求面見父親隨文帝 想要告訴隨文帝有關自己的冤居 但都被皇太子楊廣給攔下 情急之下 楊勇爬到樹上 大聲呼喊隨文帝 希望隨文帝聽到後 可以見他一面 大臣楊樹趁機向隨文帝禁殘言說 楊勇已經心神喪失了 被妖魔覆了身 活都收不回來了 隨文帝也這麼覺得 因此楊勇終究無法與隨文帝見面 公元602年獨孤皇后離世 這對暮年的隨文帝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當時皇太子楊廣在宮內 他寫信給楊樹 請教如何處理隨文帝死後事宜 不料送信仁勿將楊樹的回信送到了隨文帝楊姦的手上 隨文帝大怒隨即宣楊廣入宮 要當面則問他 這時隨文帝寵愛的陳貴兒又說楊廣對他無理 隨文帝於是大發脾氣 要召見已經廢除的皇太子楊勇 楊樹是到此次後告訴給了楊廣 楊廣假傳聖旨調集軍隊 隨文帝就在這天晚上駕崩了 因此朝廷內外對楊姦的死因說法眾說紛紛 楊廣繼位後假傳隨文帝楊姦的遺囑 逼迫楊勇致盡 之後楊廣將四帝貶賜為民 並遠近了起來 楊廣五帝見識不妙於此起兵謀反 但這次叛亂很快被平定下來 楊廣五帝最終被幽禁致死 楊廣在平定叛亂後對侄子們痛下殺手 楊廣在產出一擊後開始大興頭目 他迎見了洛陽 並修建了大運河 大運河將中國的眾多水系連接了起來 形成了混通南北的運輸網絡 帶動了沿線經濟的發展 促進了各個地區的民族融合 然而由於隨陽帝的急促修建大運河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財力 為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公元611年剛剛結束巡遊的楊廣開始為東征高高黎進行準備 當時高高黎是遼東霸主 他曾多次小規模襲擊水草的邊境 次年 楊廣下令東征 辭職東征因隨陽帝楊廣的錯誤指揮 水草遭到慘敗 損失嚴重 當時山東河南發生水災 王伯燕兵一番重率先起兵 不久起義被隨軍鎮壓 公元613年楊廣開始籌罰第二次東征 楊樹的兒子楊玄敢趁機舉兵起義 達官子弟踴躍參加 全國各地紛紛響應 隨朝統治集團開始分裂 楊廣被迫從遼東撤軍 楊玄敢兵敗被殺後 楊廣下令追查 殺了三萬余人 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被冤枉的 公元614年 楊廣第三次發兵進攻高高里 因隨末農民起義已經遍及全國 隨王朝岌岌岌可危 最後楊廣只好蔣和收兵 當時以瓦岡軍實力最強 瓦岡軍的創建者是宅壤 他原先是水朝的官吏 因犯法而逃到了瓦岡寨 不久後 同郡的善雄信等人紛紛加入 公元616年 貴族出身的李密 在參加楊玄敢起義兵敗後 投奔了瓦岡軍 李密卷有政治眼光 他建議宅讓公取行陽 行陽是中原重要的戰略要地 向東是一片平原 向西則是虎牢關 虎牢關以西的拱陷有水朝的大糧倉 取得落口倉不僅可以取得大量糧食 而且可以逼近東都洛陽 面臨強大的瓦岡軍 隋陽帝特派頭號名將 張虛陀鎮壓瓦岡軍 李密也認為 張虛陀有勇無謀 他建議在讓 與張虛陀正面迎戰後假裝敗北 之後 李密率領精兵埋伏在行陽以北的大海市附近 張虛陀本來就掉以輕心 加上突如其來的強兵 使他措手不及 戰敗被殺 這次失敗 史書記載隨軍 昼夜哭嚎 數日不止 瓦岡軍攻取落艙後開艙敬民 貧苦的農民大量參加起軍 陽廣妄圖遏制其力量的發展 下令各地將民眾遷往到城堡中居住 以图控制百姓的人身自由 他不願意正視農民起義的蓬勃發展的現實 身邊的寧臣也不以實情相告 廣稱造反的農民逐漸減少 不久 起軍增至二十多萬 控制了中原廣大地區 之後瓦岡軍公開宣布了陽廣的十大罪狀 明確表示要推翻隋草政權 陽廣對瓦岡軍恨著入谷又十分畏懼 於是派先輔王室衝前往洛陽鎮壓瓦岡軍 在李密的帶領下 瓦岡軍與隨軍進行了三個多月的征戰 消滅了隨軍六七萬人 由於李密在屢次作戰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隨軍投降後 李密在瓦岡軍中聲望大震 翟讓欣賞李密的才華 於是善未 推舉李密成為瓦岡軍的首領 當時瓦岡軍的首領李密很有可能成為將來的皇帝 翟讓的一些親友和下屬開始有點不甘心 翟讓的部將勸翟讓把權力重新奪回 翟讓雖然文化不多 卻是個豁達大度之人 他信任李密 認為李密能更好的領導瓦岡在 當時李密的秘書長曾經受到翟讓的責責 他懷恨在心 於是竟殘延挑撥李密與翟讓的關係 李密於是被翟讓設下了紅米燕 翟讓死後 李密接著對翟讓的手下痛下狠手 至此瓦岡軍內部出現了分裂 公元618年 楊廣的重臣宇文化級率軍北上 瓦岡軍雖然對宇文化級作戰取得勝利 但損失慘重 9月 隨軍趁機發起總攻 瓦岡軍全面失敗 瓦岡軍雖然走向失敗 但僅有洛陽的隨軍已經是大煞江青 當時楊廣見天下已經大亂 以心灰意冷 他命王世聰挑選江淮的民間美女充實後宮 他每日以酒色取樂 他預感到末日江島 楊廣常對蕭厚和臣下說 好頭靜 誰當卓之 公元618年3月 楊廣想要遷居到南京 他身邊的侍從家都在關中 他們常常思念家鄉 紛紛叛離楊廣 這時大臣裴前東等人利用世俗思念家鄉的怨恨情緒 推舉語文化極為首 發動兵變 楊廣聞訊後蒼宏的換裝 但被叛軍擒貨 楊廣欲飲毒酒至敬 叛軍不許 最終10年50歲的楊廣被勒死 楊廣東征時 楊廣留守長安 公元617年李渊攻入長安 李渊雍立楊幼為帝 楊幼實際上只是個傀儡 李渊之所以如此做 只是因為奪位稱帝的時機尚未常俗 公元618年 在位不足半年的楊幼就被廢除 四年楊幼離世 楊廣遇害的消息傳到洛陽後 洛陽群臣雍立楊廣之孫岳王楊洞為帝 此稱皇太祖 楊洞追封楊廣為名帝 楊洞繼位不久 宇文化吉 立秦王楊郡之子楊浩為帝 6月 宇文化吉的叛軍到達洛陽郊外 意圖攻克洛陽 楊洞懼怕 於是派遣使者招降李密 李密於是派遣使者請求投降 楊洞隨即讓他抵抗宇文化吉 沒過多久 宇文化吉被李密打敗 宇文化吉率領殘餘部隊逃亡 9月 宇文化吉派人毒殺了楊浩 自立為帝 李密經過此戰後 損失也相當慘重 阻力幾乎覆滅 大將王世聰趁機進攻李密 李密戰敗逃走 王世聰趁機佔領了李密的原有地盤 勢力範圍從洛陽義城猛然擴到整個河南 公元619年 楊洞被迫封王世聰為將國 統霞百官 之後有一個道士自稱善於解釋三卜 他稱王世聰將取代水朝天下 王世聰聽後十分高興 經王世聰安排 有大臣進攻 勸說楊洞善位 楊洞憤怒地說 如果水朝氣數還沒有衰竭 這種話就不應該講 如果天意要改朝換代 那還談什麼善讓不善讓呢 之後 王世聰派人對楊洞說 現在國內還沒有平定 必須有個年長的君主 等到天下無事再恢復你的地位 同年4月 楊洞被迫善位於王世聰 同年5月 尚書裴仁基等人密謀發動政變 想要再次擁立楊洞為帝 但事情敗露 他們慘遭王世聰的報復 畏絕後患 王世聰派遣直至殺害了楊洞 至此水朝正式滅亡